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会和大家讲讲政治新闻 因为今天邓炳强局长回应了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就回应了关于近日游行 警方就要求游行的相关人士就要去带一些牌去识别身份 有很多人唱衰就说这些是带狗牌 邓炳强局长怎么去回应呢 另外最近明报的专指漫画又再抹黑香港警方 因为警方近日就说希望可以拿到50多亿的撥款 去进行相关的设备和装置的更新 总之就是说到香港警方就大花童 然后那些钱就用来对付所谓的示威者 和对付一般的香港市民 搞到邓炳强局长要亲自点名去批评 就是说他是进行抹黑的 另外今天既然全集都说起邓炳强 会再另外开多一个新的话题去和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说在这半年 即是新政府上任大概半年时间左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邓局长的曝光率是相当高的 例如说一些活动可能是七人篮球赛 未必是和国安或者未必是和香港的保安事务太大关联的活动 你经常都可以见到邓炳强局长的身影 结果就招来特别是很多黄人的批评就说 哎呀局长拿着这么多人工 只是懂得吃喝玩乐我都懂啦 那究竟邓仔我怎样看这一类型的行为呢 待会放到最后和大家慢慢去说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邓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政府在日前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就说警务署是计划申请52亿的撥款 就去建立新一代的通讯系统 邓炳强就在今日表示 政治漫画家专指就在4月1号的明报副行的漫画 就是描述了 纪律部队想着去用200亿斤身器材外 还要起监狱叫做对付你地 这些就是属于误导性的指控 挑动市民对政府不满 就要公开谴责 专指回复就表示对此没有回应 邓局长就指出 警方计划动用52亿发展新一代的资讯系统 利用5G的技术去传送图像和图片 避免大气电波被占用时无法使用 目的方便紧急救援 邓炳强就表示 专指漫画在过去6个月涉及不少误导性指控 警方、政务司办公室、劳福局、文体局 都先后作出谴责和澄清 政府非常乐意接受批评 但对于一些并非建基于事实的误导性指控 挑动对政府不满的话 专指漫画有责任需要公开谴责 亦都需要给市民有知情权 大家看到其实政府是很大方的 因为专指漫画已经不知失去第五六七八九次了 这些摆明是误导市民也好 但大家这么久都还没见到专指被拘捕 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一直在 还有大家留意到 香港的KOL除了杰斯 杰斯不是因为开咪被拘捕 是因为他洗黑钱所以才被拘捕 除此之外大家留意到 无论是黄也好 男也好 都没有KOL被拘捕过 所以当那群黄人 天天在狗废话香港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麻烦他们打开youtube 看看究竟还有多少黄人在说话就知道 希望黄人不要再说谎 不要再自欺欺人 他们心中的言论自由 就是反中乱港的言论自由 一天不说反中乱港的东西 就不懂得说话了 到真是有黄尸KOL被拘捕去坐牢 例如猴子被拘捕去坐牢 到其时才出来狗废话香港没有言论自由 就算了 实际上你问我 其实我觉得香港所拥有的言论自由 甚至乎是太多的 搞到已经有些人 是经常去歪曲政府的状况 歪曲各个部门他们做事行径的目的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惩罚 又不一定每次要坐牢 但是你有没有说见过 警方会去约见某些KOL的新闻 到现在都没有见过 所以根本政府的包容度绝对不小 还有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五十几亿去更新一个装置和设备 有些人都会觉得五十几亿 很贵 但是政府做什么都要钱 无论你什么项目都要钱 好像长者乘车优惠一年都花了政府七十亿 所以五十亿这个数据算不算多 当然我们普通人可能打十四工都找不到 但是就不要说因为我们小市民 我们狂 接着就觉得五十几亿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实只是现在的公务员出人工 一个月出钱都不知花多少钱 还有如果说所有东西 你没得赚钱就觉得它是浪费的话 其实那些什么中央图书馆 拆掉它用来建公屋 那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藏书 那些人借书又不会付钱 有很多东西如果单纯用钱去衡量的话 很多天桥、很多隧道、很多路 根本可以不用铺、不用排、不用付钱 所以你说对于一些救援系统的更新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没有做过这个行业 但是连邓局长都站出来支持这件事 就说对于紧急救援是有帮助的话 其实有什么好反对呢 接着就轮到下一个话题 游行有关的话题 其实今天是这个星期日 已经是有10个公开活动 获得警方批准所进行的 不过部分的活动是施加了条款 例如说是必须要提供一些识别的物件 是给参加者去配戴的 例如是说 早上就有多个教堂 是举办游行去纪念这个叫做中之主日 天主教就叫做聖之主日 警方就要求主办方 是必须要确保所有参加者的手 是拿着那支的中之 抖刷员是需要配戴工作证去识别这些人 不过同日也有类似的宗教活动 但有些就没有需要有这些限制 由杭州旅港同乡会 今天在下午就在湾仔举行游行 获发不反对通知书 也列明了要遵守禁门面法 游行期间所有的参与者就需要穿着大会的T恤 和身上都要贴着帖子去以公识别 邓炳强在今天出席活动之后回应 就说 其实警方这些措施是考虑到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 因应不同的活动去做出最合理和最适合的选择 所以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地方比较偏远 可能对于他们的限制就比较少 有些可能在人多的地方 相应就是要他们有一些更加鲜明的物品 是能够辨认得到他们的 至于能不能戴口罩这些 其实禁门面法的条文就列得很清楚 为了不要有什么误会 如果你想戴口罩的话 你便提供一下自己的医生子 接着邓炳强就被问到 这些识别措施会不会令到参加者担心被秋后算账呢 邓局长就认为 参加者要在空口前有识别措施 其实就和会展一样都是相同的做法 另外他也说 在场访问他的记者都有贴上记者字样的标签 这些是在不同的场所用不同的辨认方法 绝对没有任何的歧视和贬义 其实说起挂牌这些作为身份识别的东西 我二月还是一月去何律师盘赛宴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个牌写着井仔 因为如果人们不知道我是井仔的话 又见到我这么年轻的话 可能以为是何律师搞活动 黄丝黑暴来搞活动 所以对我来说 有个牌挂着能够辨认我是谁 对我来说 其实是方便了很多 而且有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解释 别人看一看你的牌就知道 原来你是获腰的人士来的 进去吧进去吧 你坐这里 其实整件事方便了很多 我又不需要特地拿手机 开自己的影片出来 最尴尬的是 担心我拿完自己的影片出来 然后人们会说 井仔?哪个井仔? 没人认识你 但是挂块牌的话 就算他认不认识我井仔也好 他都知道 这个是受邀请的人士来的 起码都会给一些相应的尊重我 好了 先说回正经事 其实就 无论你上班也好 做学生也好 即是你上班会有职员证 做学生除了要穿校服 你也都要有学生证去拍卡 所以 关于有个证去证明身份 我完全不明白难度在哪里 例如很多旅行团 都会说 导游要求游客 可能大家一起带着红色帽 又或者 你会带着某某旅行社的襟章 方便导游去适应 但是在这些时候 即是关于那些导游 叫我们带过襟章仔 这种做法 已经有二十几三十 甚至乎四十年的历史 但是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在吵 就是说 我有私隐 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旅客 所以根本就是多余 还有我分享多一件自己私人的事情 给大家听 在今年二月尾的时候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印象 我有两天 整整两天就和大家说 由于井仔有工作 所以就用录影的方式 去维持一日三片的频率 刚才邓局长用了会展来做例子 究竟井仔消失了两天去哪里 其实我去了会展那里上班 是真的去工作 然后收工的那些 不过各位观众 是不需要担心的 我不是因为经济出现了问题 所以突然之间要去上班 其实就是有朋友邀请我去 然后就说 顺便学一下东西 去试试 那我就去了会展 其实回了三天 不过有两天是连住的 另外有一天是隔了一天 隔了一个星期之后才再去的 关于工作内容的具体 我就绝对不会透露的 不过作为一个工作的员工 我曾经要在三楼和五楼那里 都要互相去一下这两个地方 因为有些物资的东西要拿来拿去 那时候其实在会展 都会有个保安拦住我 我就是说麻烦你展示个证 如果你没有证的话 你是不能进去的 当时有其他和我一样 做同样工作的人 他就是不记得了带个证 搞到是要特意花几个小时 去家里拿回个证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保护措施呢 因为其实会展来说 就叫做个个都可以走进去 但是你要真的进去会场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其实无论你说 会展的棚 开始起的时候 又或者真的起好了 去到一些展览进行 或者去到叫做拆棚的时候 其实过程当中 都有很多人偷东西 例如说在几个月 一两个月之前的珠宝展 都有人偷链链链 又说不知四十几万 两万多元 即是神早新闻都和大家说过了 大家要知道 当你有个身份识别牌的时候 做责的人 就没那么容易进去 又或者就是这样说 你有个牌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些是持牌的人士 他们手脚不干净 那你有他私人资料 追踪他 是否容易一些 是否捉人会更加方便 以及倒绝一些莫名其妙的 会展老鼠进来 因为在会展那张牌 是说要登记我英文全名 跟着生日 即是年月日 跟着还有身份证头 四个数字 由于我就不是进去做责 所以我就觉得 有了这些东西 其实都挺方便的 而且就是令到保安知道 原来这个人是来做事的 那就不会诸多刁难 所以有时候 你有个牌 有识别物 当然是好过没有识别物 有识别物的话 可以令到自己免却很多麻烦 和大家回顾19年的事情 19年的时候 有些人很喜欢说自己是记者 他们的经典对白就是说 记者呀记者呀 你别阻挡我拍照 你为什么推我 我是记者 对着自己有益的时候 就很喜欢拿着牌出来 和人说 我是记者 你试试在19年的时候 邓炳强出来就是说 就算你是记者也好 就算你拿了你的记者执照也好 我们一概不承认任何记者执照 我话知你穿反光衣 穿蒙面超人件衣服也好 总之我们不会承认有任何人记者 你拿着相机不是记者 你有记者证也不是记者 你试试去到这个时候 你看记者会不会出来吵就说 为什么你们不承认我戴的识别物 为什么不承认我的身份 所以大家看到 有很多黄人 他们在意的不是说 为什么要不要带牌 而是说 究竟有识别物的时候 能不能为他们的身份 带来特权 黄人他们最重视的是什么 只是在乎自身的利益 究竟我又没有特权 如果带了记者牌 就可以确保警察捉贼的时候 不会捉自己 能够保障自己 甚至可以间接干预警察做事的时候 就很喜欢拿着记者牌 在耀武扬威 去到游行的时候 他们觉得自己带牌 不会有特权 不能说带完牌 可以骂警察 接着 对于带牌 就诸多批评 就说 牌这些狗才带的 你想想 19年那群记者 是不是全部都是狗 大家看到 那些黄人那种雙重标准 是如此的垃圾 总之 他们就是在乎个人利益 从来就不会去想个大环境 因为呢 其实很多 即是说 带牌是带狗牌的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那场游行 因为会参与那场游行的 即是说 他愿意带牌 亦都是说 他明白带牌 能够对他带来什么保障 是只有那些隔着电子屏幕 跟着在那里 吹吹吹吹吹的人 因为他们抹黑 吹花 唱衰 是没有代价的 那当然 口爽了 就乱说了 但是就不知道 这些 不过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这些说话 其实是如何抹黑政府 或者叫做警方 对于游行的一些部署 好了 接着就和大家说一说下一个话题 邓炳强局长 很多活动都见到他 大家可能会觉得 例如说警队毕业 又或者海关毕业 有机会见到保安局局长 但是邓炳强局长就不同 真的很多活动都可以见到他 例子我就不详细说了 不过 其实官员不单是邓炳强 其他官员多些曝光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不是坏事来的 我举多邓炳强以外的 例如宁康浩局长 他作为负责 起楼那边的局长 他自己就是说 因为他经常出来回应 我们就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特别是一些具有争议性的事情 例如说 启德柬强公屋那件事 接着哥尔夫球 起楼达地那件事 接着 还有柬强公屋的成本问题 你比起以前政府的局长 你想想 他有什么可能会这么直接 对着镜头 对着媒体 去和你回应 是吧 随便叫助手 写一些很官方式的回应 扔给传媒 就算了 那些传媒看到了 又是这些比较官方式的 随便在政治版那里 开一两格小子 就算了 到时 如果局长不曝光 局长不就着具有争议性的议题 去进行他们亲身解释的话 其实有很多事情 直到现在 可能都未必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如果不是邓局长 和大家强调就是说 这52亿是用于紧急救援的 对于那些不明国力的 不断去抹黑的人 又可以说 这52亿给警察喝茶钱来的 让他们吃好些 睡好些 起多几栋楼给警察 其他人没钱 接着又可以挑起 不同阵营的人 去对政府的那种仇恨 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说 不单止邓炳强局长 凌汉浩局长 还有其他局长 例如麦美娟 还有其他 其实其他局长都应该要多些曝光 多些曝光 就可以就着话题 去进行多些回应 还有 对于有些人 就会觉得 局长经常出席活动 不无正业 收这么多钱 三十几四十万一个月 只去一些社交活动 只是社交活动 等我去就行了 我不收那么多 收三万一个月 不用帮我请司机 我自己搭的士去就搞定 对于这种说法 我再用一点 就是我在何律师盘赛宴的时候 真实例子 去和大家说一下 其实在盘赛宴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立法会议员出席 当然何律师也是 但他是主办方 不能够拿他来做评论 有其他的立法会议员 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每个人上台 即是分享完说话之后 每个人都离开了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 坐在那里吃足盘赛 甚至乎 是等着羊腩煲上来呢 我想除了我之外 其实就真的没有 我不同 因为我就是由头坐到到尾 对吧 再说一个题题外话 那个盘赛 我想说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盘赛 不知道何律师有没有机会听到 下年有没有机会让我上台说话不要紧 最重要是继续邀请我过来吃 好了 继续说回正经事 其实有很多的立法会议员 又或者官员 他是因为一些公职 又或者是因为一些公务的需要 而去出席宴会的场合 坦白说 就是说一些开幕式 又或者要轮到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不用手机了 因为我自己都留意到 根本上在很多 例如台上有其他节目的时候 立法会议员们 又或者其他活动 我都见到一些官员 其实他们是很不空的 有几多个人 是真的会这样坐在那 和你去看完表演 我想真的除了一般的观众 和我之外 其他人 都是手里面 有其他的事情 要去做 要去忙的 都是说 已经在看手机的电邮 和助手在核对工作安排 计划下一次行程 通常那些宴会聚会 就像洪惠民的聚会 有很多官员 是来到 真的饭都不吃 就算多好吃 也好 可能真的吃几个意识一下 跟着骗完手 说完几句话 就走 因为他们都真的不空 所以大家 就算见到邓局长 好像出席很多活动 其实都真的在镜头面前 拍完相片 跟着就立刻要走下一场 可能他自己又要去不知道哪里开会 跟着他自己又有些什么要做 但是我们就往往只见到局长 或者叫做立法会议员 风光的一面 但是他暗地里 可能保安局局长 他又要跟海关的一姐 要跟警队的一哥开会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机密 我们怎么知道他几点何时开会 对不对 我们见不到 就下意识觉得 我只见到他吃喝玩乐 所以他根本没有努力过 结果这一种的说法 这一种的观念 就令到很多黄人 又是继续去笑 不单止邓炳强局长 其他局长个个都在笑 而这些其实是一种 很愚昧无知的一种看法 还有对于一些官员 他们去出席活动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是不需要说 经常都要单独去联络记者 也能够将自己的说话表达给传媒 例如今次邓局长 其实他回应两个话题 又未去到一些很严肃的话题 所以确实未必要开会 有阵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用轻轻三言两语 搞定整件事 那就最好了 对于部分好的活动来说 有局长有议员的参与 是间接能够推动到一些活动的知名度 例如说政府最近想推荐创科 那些你找多些和创科有关的局长 例如说孙东局长多些去出席聚会 颁奖礼那些 代表了政府对于这些活动的肯定 和香港政府未来投资的力度和方向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表态 这些都是一些好事来的 虽然你看别人可能有15分钟 真的不用工作 吃饭吃得很开心 但是就真的不要忽视 别人在背后究竟是做过多少力 下过多少力 才会拥有这15分钟 有时候有些人 就用他们很狹窄的目光 去看司局长的工作 例如说 可能他是一个文员来的 他平时的工作就是去处理文件 然后click 可能真的辛苦 做足8个小时 然后当他看上去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可能是CEO的时候 天天都在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签约 就觉得搞错 吃喝玩乐我也会 等我去吃喝玩乐 但是就不去了解到 作为比较高层次高职位的人 他们往往就不需要下手 去做一些机械性繁复的工作 他们是负责去制定一些指令 负责给一些指令 等别人去做 对于法号指令的人来说 有时候他的时间 是可以有弹性很多 是往往做着一些机械式工作的人 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 这一小时做些什么 那一小时做些什么 就不可以退迟一小时做的 否则 就会令到流水作业式的系统 面临崩溃 还有大家要知道 局长这些 其实都没有所谓的正式休息时间 如果你说香港突然之间出了些什么事 就算是凌晨三点 只要件事够大的话 都会有人叫醒他 叫他去出现去看看什么事 所以对于这些 即是由你一上任去到你退任之前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分一秒 是完全自由的工作来说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出席活动 可能真的 在大家眼中会看到有15分钟娱乐空闲时间 那些其实就不足为奇 但是人家在背后努力的时候 又看不看到呢 还有能够成为到司局长的人 他们过往的人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所以真的不要说因为一两个表象 就觉得这些人气啊 政府的官员一下就不如一下 只会玩啊 这样 其实这些都是对于政府官员 甚至乎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些局长和官员都是被中央所委任的 所以要相信中央的眼光 好了 那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明早再见 好就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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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